2009年卷1B第四条的诗意部分 它就说Java程式是一个跨平台的程式 所以它就选用了它 它就问你跨平台的特性 所以它不是问你Java程式怎么写 而是问你什么叫跨平台 跨平台的特性有什么好 有什么帮助令到我们要选用跨平台 那你要说什么叫跨平台 就是这个程式编写员所写的程式 如果是跨平台的话 就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面执行 那什么叫做操作系统呢 例如Windows 例如MacOS 例如Android 例如IOS 例如Linux 任何的操作系统都可以运用的 就叫跨平台了 譬如你学写的JavaScript是网页来的 网页在任何平台都执行到的 所以JavaScript是一个跨平台的程式语言 你所写的程式去到Android手机 只要有浏览器一样开到一样执行到的 这个就是跨平台了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面都可以执行程式的 那你就要写回这个就是跨平台的特性 D part 当完成编码之后呢 它就加入了一些注译语句 好啦 什么叫注译语句呢 注译语句呢 有点像我们在JavaScript那里呢 我们有时会写一下 打两个斜片在前面的 那些就叫注译语句了 是什么来的呢 是一些对于一个程式的说明来的 但是呢 不会执行那些程式的 那些东西是不会执行的 但是会写到呢 用来做一个程式的说明 例如如果那个程式 刚才那个程式它问 A小个等于B 然后我可能在下面呢 就可以写一句注译语句了 如果是JavaScript呢 那就可能是这样写的了 两个斜片了 然后就写了 例如是这样吧 A小个B的情况 OK 上面那句呢 就是程式码来的 OK 就是这样了 上面这一句 是程式码会执行的 但是下面这句加了两个斜片 如果JavaScript就加斜片了 如果VSOBASIC 另一种写程式的方法呢 就加点在前面了 那诸如此类 这句是说明来的 说明上面这句的程式码是说什么的 OK 那这些叫注译语句 OK 是解说给人听 那句程式码究竟是什么意思的 OK 好了 那他就问这些注译语句的内容 是关于什么 那这个当然就是 关于程式编码的描述 它是关于程式编码描述 譬如这里 Wow A小个B 就是当A小个B的情况 OK 就是那句程式码的解释来的 它是程式编码的描述 或者程式编码的解说 好 第二 他问这些注译语句呢 会不会影响程式执行 是不会的 因为这些注译语句呢 是不会被执行的 第三部分 为什么发展一个大规模的程式的时候呢 注译语句非常重要呢 一个大的程式通常有很多程式员一起编写的 OK 我又写一部分 他又写一部分 咦 我看不明白你写的程式码究竟是什么意思哦 但如果你有一个注译语句在里面呢 别人就可以根据你的注译语句呢 理解到你的程式 究竟是关于什么的 所以 可以这么说了 发展一个大规模程式嘛 就是说 开发人员可以 比较容易阅读 那些程式码的内容 和可以比较容易追踪的程式的流程 OK 可以增加这个程式码的可读性 令到其他程式员 更加容易理解你的程式码的内容了